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报告汇率或固定汇率 也有一个双位数的增长 主品牌也维持着一个不错的表现 就是欧书丹 另外Elimus的增长相对上快 和是未来一个主要的增长动力 看看地区方面 看到收入分布 欧书丹是最大的 就是增长的动力 其实它的增长相对上是强些 再看地区分布方面 亚太区其实相对上是温和 特别是内地 其实大中华区是一个主要的市场 你受到疫情影响 但是如果你按固定汇率去看 都是有1.2%增长 美洲方面也是最强的 暂时来说增长有55% 整体在零售和批发方面 其实增长水平也是相对上不错 你线上方面 这个就差了一点 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就不是那么好的 但是始终 因为你很多零售的层面 它都希望 会调多一点在网上的渠道 但是它就会跌 这个就是值得留意 但是你其他 在零售和批发方面 你叫做是保得到 那也是令到它整体的业绩 可以有一个不错的增长 在它近期的走势来说 它挨住在25%至27.5%附近的水平 其实都还行了一段时间 看它在出现业绩之后 然后今天去见一个股价 想向上进行一个突破 看它能不能够 向上突破成功 如果能够真的突破成功得到的话 有机会就第一步 就不要太远 就看回6月底的高位 那就是27.75% 如果真的它破得到这个位 其实反应得到些什么呢 它真的有机会 真的向上一个突破一点的掌势 那才去看回2月较高的水平 这个都去到30-31个岭 这些这样的Wing的区界 那向下的话 我看着两个位置 一个就是这个7月的底部 那就是23.8的水平 另外我觉得可以放低一点点 那如果它真的 而这个相对上高一点点 就是它是抽过一轮上来的 这个都穿了的话 向下 如果再塞了22.5%的话 那怎样都应该是离场观观望先 初步来看 你看它能不能够 看看它继续能不能够 可以向上突破到 我觉得这1093和973 都可以去留意下的股份 那可能 要不要 那 还是 面